直心忠告之友当亲近 心直忠告你 因为这些人是真正的智友 记住是真正的 而有些人利用自己的心直来骂人 利用自己的直爽来讲人家的不好 这些本身就是没有修养 因为它已偏离了正心直心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真正的忠心叫直心 用心来带人家的人 才能称得上是直心 师父还说 直心忠告之友可以亲近 因为能告知你的错误 身上的毛病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五大法宝赐我儿子 我是在2019年开始跟我母亲一起学佛念经的 2020年结婚 婚后一年多没怀上 自知罪孽深重 由于大学刚毕业从事妇产科工作 跟在主任身后给别人打胎流产 虽然只是助手 但是多次梦境提示 孽障深重 再次深深地忏悔 许了好多次大愿 放生都是几千条几千条放 一有空就去 去年累计放到几万条的时候 三月初一 验运棒两条杠 一开始是不相信 后面是哭着跟我母亲报喜 就在前一天 我还没有测出 三月初一一早 我母亲就叮嘱我 喊我再测 没想到有了 我母亲说 最近一个月 她的梦里总是梦到一个水中托起的婴儿 感恩菩萨 自从怀孕后 我梦境就提示我 在产房里用尽力去生产 生得很快 不一会儿 哇的一声 一个孩子咕咕坠地 医生抱起来给我看 说道 一个儿子 果真 2022年年底 我顺利生产 跟梦境一模一样 生得很快 一个儿子很乖巧 现在快十个月 以前我的公婆从来不信佛 自从诞下儿子 每逢初一十五 我婆婆就会主动烧香 希望看到这篇分享稿的有缘人 赶快捧起经书学佛念经吧 愿大家脱离苦难 万物为心造 要相信佛法可以改命 观世音菩萨真的存在 观世音菩萨闻生救苦 有求必应 我们心灵法门灵验无比 真实不虚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东方台今天发布的 纪念恩师诞辰视频里 那位穿花衣 说自己癌症好了的女师兄 当时就坐在我身边 她告诉我 她自己癌症念好了 以后也要分享 看图腾的时候 旁边轮椅上 是他们同一个地方的师兄 不是他先生 我也是好奇后来问的 我们坐在面对主席台最远的楼上后排 差不多是整个会场 离主席台最远处 不过刚好有大屏幕在眼前 特别近 特别殊胜 能看到师傅头部一圈金光闪闪 我坐在那里听开示 阵阵奇异地带着甜味的 无法形容的浓郁花果香 弥漫周边 我四处看看 楼上后排 根本没有任何鲜花水果的影子 我怕是自己的幻觉 问旁边师兄 有没有闻到 大家开始纷纷一边嗅 一边低声赞叹 哇 太香了 太香了 那就是天人护法在洒花了吧 真的 此香只应天上游 人间能得几回闻 终生难忘 回忆多么美好 如幻思梦 曾经与恩师 同在一个时空当中逗留过 是多少事修来的福报 何等有幸 更应珍惜当下 勇猛向前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菩萨 感师父 我晚上念经忏悔 导致我学佛不经济的孽障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我梦到了久违的师父 身穿黑色西装 师父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微笑看着我 师父头上发着光 我以为这是真的 珍惜与师父一起的时光 我鼓起勇气走向师父 扑通跪地 不想师父悲夜 我只给师父磕了一个头 梦醒 我才知道刚才是梦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听到了弟子的忏悔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颈椎病 神奇得好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2022年的时候 我颈椎很不舒服 陆续在几个地方去做理疗 有了些改善 今年颈椎又开始痛 脖子都不能动 躺床上颈椎问题 造成自己很难起身 痛了三天两晚 再次做理疗比较远 而且又要花钱 这时 我想求求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我运用穆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读白话佛法 大忏悔 于是我许愿 念一波小房子21章 求菩萨忏悔消除 我这方面的业障 好了现身说法 第二天 颈椎的疼痛轻松了很多 几乎没有什么痛的感觉 每天念诵不同抬头的经文组合小房子 第三天 颈椎又开始痛了 我立马给自己的药精者画三张小房子 结果立马好了 我也经常去放生 只要有点多的零花钱就去放生 放刀下鱼 能救几条是几条 之前颈椎痛 我以为是自己姿势不当和干活造成的 心灵反门真是不虚 业障灵性病靠念经 肉体病要找医生 每每看师父法会开示 师父说 医生治不好的病 多多求观世音菩萨 多多念经 好好地学佛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你们的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佛法带给我们 一定好好努力修 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把这么好的法门告诉更多的有缘众生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此为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冬至的佛学开示 一 有关冬至的玄学意义及民间习俗 二 关于冬至 选自2018年12月9日 悬疑问答 实际上 冬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了 明白吗 人家说冬至补身体了 养瘦了 养长瘦了 什么都有的 明白吗 实际上冬至 一个属于冬至一阳生 天地阳气回升 冬至一过 阳气就开始回升了 听不懂啊 所以过去人家说冬至相当于过大年 一样的 感恩师父 明白了 冬至一过 开始回春了 明白了吗 冬至一过 开始回春了 他就是这样讲的 那就过了一个大年了 其实是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达到一年的最南端 实际上就是太阳几乎直射到南回归线 也就是说太阳阳光对北半球呢最未倾斜 完全是倾斜过来的 这个全部都按照中国古时候讲 这是节气点 自然的节气点 明白了吗 答案是错 感恩 感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勇猛精进之友当亲近 非常努力精进的人 你可以与他交朋友 因为与这种人亲近时 能速成道果 速成道果 就是努力做事 很快就会成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